大家好,天气又冷又干燥 要多吃水果补水补充维顺休息 其中尼猴桃是最适合不过的啦 在现在正是其上市的时候 而且尼猴桃维西的含量特别的高 清甜软绵的老人小孩都爱吃 但是很多朋友都说 尼猴桃买回去催熟后吃起来还是 有酸又涩,真的是特别浪费钱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 挑选尼猴桃的小技巧 一条一个准,各个鲜甜好吃 跟着视频一起来学一学吧 我们去买尼猴桃的时候 首先看在眼睛里面的 就是尼猴桃表皮的颜色 像我手上这两个颜色 一看,看不出什么区别 仔细一看就能感觉到 这个稍微绿一点 这个就呈现像这样的黄褐色 挑选的时候就要首选像这样的黄褐色 成熟度比较高 所收到的光照也比较充足 吃起来呢,水分、营养还有甜度呢 都是比较好的 像这样颜色稍微绿一点 没有那么黄褐色的呢 生长的过程中可能是被叶子给挡住了阳光 也可能是长在背面的尼猴桃 水分营养就稍微的要逊色一点 所以要首选像这样成黄褐色的尼猴桃 第二点,看尼猴桃表皮上面的这些绒毛 如果尼猴桃表面的绒毛看起来非常的丰富 而且用手搓,也搓不掉 表示这样的尼猴桃非常的新鲜 刚刚采摘下来不久 或者是储存得大 是很新鲜好吃的尼猴桃 有些尼猴桃外表也有绒毛 但是感觉好像一部分的绒毛已经掉了 用手这样摸下去 尼猴桃的毛也很容易就戳落下来了 这样的尼猴桃就采摘下来的时间比较长 吃起来的口感就没有那么新鲜了 第三点,就要看尼猴桃的形状 像我手中这两个尼猴桃 有一个看起来就是比较扁一点 有一个看起来就稍微要瘦长一点 应该怎么选呢? 首选要像这样形状比较扁的尼猴桃 扁的尼猴桃是比较靠近树干的 像这样靠近树干的尼猴桃呢 能够第一时间吸收养分 营养更充足 而且一般变得尼猴桃看起来都会比较大个一点 像小小的尼猴桃一般都是呈现像这样的椭圆形的 这样子一对比就很明显了 对于同样价格同样大小的 那肯定要首选大个一点的啦 果肉比较多 吃起来也会更方便更满足哦 第四点就要下手稍微的摸一摸 这个尼猴桃的软硬程度 但是要注意不要用力过猛 它用力把尼猴桃给捏烂了 这样也是不合适的 捏一捏到同时也要检查一下 尼猴桃的表皮有没有发黑腐烂的地方 像这个尼猴桃能够看到表皮有一点凹陷 用手按下去 明显的感觉得到它是经过磕碰的 像这样表皮有磕碰的尼猴桃 里部可能已经在慢慢的开始腐烂了 抽进来闻一闻 会有一股类似于酒精的味道 看见这样的尼猴桃不要再挑选 也不要跟其他好的尼猴桃储存起来 因为这样的话会一个传染一堆其他的尼猴桃也没有办法吃 很快的话就会腐烂掉 第五点就是不管你是挑选圆的扁的还是大的小的 千万不能选像畸形的尼猴桃 那种尼猴桃呢有可能是在生长的过程中 使用了膨大剂或者是催熟剂或者是杂交的技术不成熟所导致的 那样的尼猴桃不仅味道不好吃 在安全方面还是有隐患的 所以最好要挑选像这样表皮比较正常的尼猴桃 平时你们都是怎么吃尼猴桃的呢? 如果仅是把尼猴桃的皮给去掉 然后再切成一片一片的 手上就会粘上很多尼猴桃 去皮以后又要洗手再来切特别的麻烦 教大家一个吃尼猴桃不脏手不流脂的小方法 像这样把尼猴桃对半切开 然后用一个勺子转着圈这样挖起来 一大勺尼猴桃果肉送进嘴巴别提多好吃啦 尼猴桃的表皮也是有一点韧性的 用勺子这样挖也不会破 这样子挖上两勺以后果肉就被挖的干干净净 一点都不会浪费哦 很多朋友买回来的尼猴桃呢 都是还有一点发硬的 或者一次性买的多吃不完的情况下呢 就会选择那些比较硬还没成熟的尼猴桃 那回来就要进行吹熟 就可以放在纸箱里面 箱子里可以放一个苹果梨桃子或者是香蕉 来进行给尼猴桃吹熟 最好是放在纸箱里面 纸箱里面比较防潮透气 比放在塑料袋吹熟的效果要好哦 尼猴桃吃起来也会更加的香甜 放在纸箱里面以后再盖盖盖起来 这样放上个三五天 尼猴桃逐一成熟以后就可以拿出来食用啦 好啦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 看完是不是觉得很长知识呢 也请多多转发出去帮助到更多不知道的人哦 我们下期再见